问 如何快速的通过特利加TV 答 特利加开场表白说句无爱你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卡尔米拉上演 魔忍两本大闹地球的戏码 起因就是为了抢男人 这些反派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无法理解 今天阿泽就为小伙伴们细缩 那些反派中的魔证人 一起来看看吗 欧布的小蜜蒂 爱染成 见过喜欢奥特曼的人类 见过与奥特曼和谐相处的怪兽 可崇拜奥特曼并想成为奥特曼的反派 恐怕只有切拉瑞这团小朋友了 在欧布之行战事之间的任务时 偶尔救下了陷入险境的切雷萨 自此帅气的影像 深深地落在了年幼的切雷萨心中 于是他成为了仅次于加古拉的 欧布究竟狂热粉丝 所以无论是TV战士 还是新生的变连史 我们都能看到他发电的名场面 多年后他来到地球 战略了一位名叫爱染成的人类的躯体 试图寻找成为奥特曼的力量 但不知道为何与他合作的 错河海错永海兄弟的母亲 在研究结束后 偷偷携带着罗布变身器离开 但爱染成并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再次踏上了寻找成为奥特曼的方式 终于在不懈努力下 他收集到了足够的水晶 并仿造罗布变身器最终实现了梦想 不过爱染成对于成为奥特曼的理想 实在是太过于执着 甚至不惜召唤怪兽对地球展开破坏 虽然切雷萨想要成为奥特曼的梦想是美好的 但他没有和雷欧赛罗一样得到正确的引导 他取决了作为奥特英雄的真正含义 以至于本人太过于刻板偏执 最终走向了成为反派的道路 泰家的亲妈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之所以堕入黑暗 出去本身对光主国的信条之以外 泰罗占据了绝大部分因素 他原本是从小到大的挚友 都已成为宇宙警备队的艺人为目标 但到了真正考核的时候 由于托雷基亚的拦阻劣势 他没能通过考核 一个名为自卑的种子 悄然埋在他的内心 以此偶然的机会 托雷基亚见证了西卡丽的黑话堕落后 被光主国的信条产生了动摇 心态崩溃的他找到泰罗诉说 可惜的是 泰罗没有察觉到托雷基亚的内心变化 而是以教条主力给托雷基亚 讲人生大道理 最终让他彻底突发 二人的友谊产生裂痕 托雷基亚在不久后 就离开了光主国彻底黑化 通过托雷基亚后世的座位来看 无论是他制造的一系列事件 还是对泰罗展开的报复 都是为了证明自己 因为托雷基亚实在是太在意泰罗了 作为他的好兄弟 泰罗无论是皇太子的身份 还是作为奥特六帝最长战略的表现 都让具有先天烈士的托雷基亚感到自卑 甚至是嫉妒 于是他迫切的希望得到认可 并非是泰罗口中的保护 可惜的是啊 泰罗并没有发现托雷基亚内心的脆弱 而是用自以为的教条 彻底击垮了托雷基亚的尊严 最终让他因爱深恨 走上了不归路 纠结并交 卡尔米拉 来了来了 上演风娘们毁灭世界 只为抢男友的主角 他来了 别看卡尔米拉登场后 又是觊觎永恒核心 又是想要毁灭地球的 他做这一切的目的 仅仅只是为了得到特里加而已 真的整部特里加剧情 就像是一部黑色的幽默喜剧 3000万年前 特里加死人闹了点小矛盾 在幽怜的帮助下 特里加借用永恒核心的力量 将卡尔米拉打贡希特拉姆 三人封印 自己也因为能量耗尽 化作石像陷入了长眠 而他的意识也重生为了剑物 多年后 卡尔米拉冲破封印 怀揣着对特里加的哼印 他来到火星 对着石像状态的特里加疯狂攻击 可惜的是 卡尔米拉并不知道 眼前的剑物就是自己 心心念念的特里加 在目睹了他与特里加融合后 卡尔米拉的内心开始逐渐疯狂 自己被男友封印了3000万年 确实不爽 但你小子当着老娘面抢 男人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于是卡尔米拉将剑物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认为是他拐走了特里加 于是整部特里加的TV 卡尔米拉看起来坏事作劲 但一切都是为了让特里加与剑物分开 回到自己的身边 仅此而已 但凡在TV第一话 卡尔米拉和剑物多扯几句 或者将剑物的由来打听清楚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人直接当场结婚 全局冲 根本不会有后续 疯婆娘为了男友毁灭世界的事 恋爱脑 单相思 达供 达供作为特里加TV里黑暗三人组 唯一一个讲武德的汉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姐受卡尔米拉的影响 爱了进阶杰明一巴掌后 居然也堕入了爱河跳反 达供刚刚复活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就是和特里加一比高下 至于其他计划 根本毫不在意 特里加TV第五话 达供追击进阶杰明的时候 选择真男人近身格斗 在碾压性的实力下 将二人逼至绝境 关键时刻 进阶杰明站出来了 给了达供一巴掌 这一巴掌下去可不打紧 一张拍出了爱情 面对进阶杰明的勇气 达供的内心大受震撼 虽然活了几千万年 但是面对这勇敢的小姑娘 达供还是动了烦心 明明前几话TV里 他表现的还是个正直的斗士 从这以后 达供就成了单相似的恋爱了 为了解析被打一巴掌 产生的陌生情绪 他化身为跟踪黄魔各种头盔 最终在伊格尼斯的忽悠下 对进阶杰明展开了 原始人的爱情攻势 诞生了诸多名场面 虽然最后达供追求 境界解密的行动失败了 但他经过这些 对人类的情感有了更多认知 到了后续 他不再盲目地敌视人类 而是多次劝阻卡尔米拉 成为三人组里面 第一个洗白的角色 破败王阿加木斯 这哥们更是痛亡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巴兹特性人阿加木斯 作为中后期的反派 活跃于德凯TV 这哥们除了恶心观众外 实际上也挺惨的 他不属于德凯的独宇宙 而是来自于300年后的平行宇宙 阿加木斯本身是一名科学家 他与自己的妻子 生活在科技点拉满的巴兹特性上 于是无证 只得某天一艘来自地球的飞船 因为斯菲尔的袭击 坠流到了巴兹特性 阿加木斯好心帮助了地球人 并提供给他们巴兹特性的科技 用于对付斯菲尔 新增加 因为自己的善举 斯菲尔转而进攻起巴兹特性 他最爱的妻子 因为袭击而失去了生命 自己的母亲 也被斯菲尔陷入到了灭亡的边缘 悲痛万分的阿加木斯 错误地认为 斯菲尔毁灭是宇宙的意志 于是他将错误归咎于自己帮助的人类 于是这哥们抱着自暴的决心 将斯菲尔带到了过去的地球 开始了自己的整活生涯 阿加木斯因为帮助地球人 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与星球 但他并没有认清一切灾祸的原因 反而将错误归咎于无辜的地球 阿加木斯也是经典 被愤怒冲昏头脑 误入歧途的可怜人啊 不讲道理 希特拉姆 大姐嘴上说着要毁灭世界 实则自己是爱到深处的病骄 兄弟一直说自己是个坚定的武人 实则是挨了一巴掌 就身陷爱河的单相思 做唯一干活的反派 希特拉姆可谓是有苦说不出 毕竟纵观整个特利加剧情 好像干活的只有希特拉姆一个 但可别就因此觉得 他是个正经反派 希特拉姆虽然表面上 和卡尔米拉达贡同甘共苦 但却有着自己的小心眼 一切都是为了夺走永恒核心 成为黑暗之王 会刺他在TV里面坏事干净 但凡和反派两个字沾边的 他都没少干 到了TV第22话 更是直接被刺有军 一波偷袭卡尔米拉与达贡 想要吃毒食 最后计划被特将军搅乱 自身被卡尔米拉杀死 到此为止希特拉姆的行为还算正常 但大伙要是仔细推教 这小子干的事儿 就会发现端米拉 早期希特拉姆确实渴望永恒核心的力量 但3000万年前被特利加击败封印后 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急逆天的 特利加封印了我 所以我要毁灭人类文明 人家怪兽都还研究个冤有头债有乳 怎么到了这哥们就乱咬一戏了 这波人类是躺着也中枪 你肚子痛关我屁股什么事儿 希特拉姆 春春的神经病 以上这些脑子里面有大饼的反派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谁才是最逆天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讨论 本视频仅为阿泽个人观点 并不就被全微信 小伙伴们切无认真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